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幅下跌 小型股领跌 Russell 2000跌幅超过1.5% 投资者正在考虑股市的价值因素猜测美联储局可能提前加息的隐忧逐渐扩大 在今天收盘后 道琼斯下跌了44.05% 0.26% 收在17024.21% 标普500指数下跌7.85点 收于1977.59% 跌幅为0.4% 纳什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4.4% 收于4451.53% 跌幅为0.77% 纽约的资本集团一位资深分析师Steven Carl表示 在创造历史的新高之后 股市受到了获利回吐的轻微打压 但是跌幅并不是很大 只是小幅的下跌 今天的股市成交量低于平均水平 近来美国陆续公布了强劲的经济数据之后 一些分析师相近预测美联储局将可能会提前加息 主要亚洲的股市涨跌互建 上海上涨0.03% 日本股市下跌0.37% 香港指数下跌0.02% 主要的欧洲股市是乘下跌波 德国下跌0.96% 英国下跌0.61% 法国下跌1.37% 德国5月份工月产出下跌1.8% 为两年以来的最大的跌幅 因为假期的关系施工减少和地缘政治的打压 路透社调查 工业产值保持不变 经济部也小幅向下修正4月份的数据 从先前的0.2%跌至0.3% 今天盘中的强势股有美电公司 ETF XLU 科技股 XLK 以及必须性的消费品 XLP 弱势板块是太阳能 TAN 生物科技股 IBB 金矿 GDX 房建商 XHB 社交网站 SOCL 软件 IGV 零售 XRT 以及运输 IYT 等等 10年公债的回报率下跌了0.031%至2.617% 原油期货下跌0.59美元到103.47美元一桶 8月黄金期货下跌1.2美元至1319.4 今天的节目为您安排上半场访问东豪理财的负责人张东豪博士 下半场是资深的理财顾问Amanda 敬请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准时在晚间7点收听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4年的7月7号礼拜一 现在已经正式入下 所谓的Summer Rally 今年5月并没有大卖 并且今年的5月这个上涨是连续三个月以来最好的一个月 那我们要请到今天的专家来看一看 下面一步的美国的股市到底是怎么样的走法呢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为我们来讲股票的专家 是东豪理财的张东豪博士 东豪您好 周乐您好 大家好 最近的美国股市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呢 基本上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虽然好像上升的趋势很慢 但是确实也是上升 我们虽然今年虽然不像去年那样上升的那么好 但是虽然今年是缓慢上升 但是S&P500也上升了5% 基本上每个月1%平均 就是说其实从这样一年下来的话 也是12% 13%这样的回报 应该说也是超过可以说历史平均的这样的回报 但并不是说我要预测后7个月还要占7%这样的事情 我只是说好像今年其实很多人都因为去年有了这么好的增长 今年好像大家都有一种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correction的样子 不但是个体投资户有很多职业的投资人 而且都有raise很多cash在年初的时候 而且有很多你看护送基金很多都有那个买空市场的 也有很多 但是让这些人失望了这个correction今年支持不到 而且不但不到 好像如果你在看市场的sory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从一个correction一定会发生的状况改变到 好像correction不太会发生的状况 基本上市场处在一个缓慢上升的情况下 虽然大多数专家那个year-end target 也就是s&p1900点左右或者1950点左右 这样的趋势最多再有23%左右的回报 但是好像现在悲观的人还是少一点了吧 应该可以说 并且现在在所有的股指的指数里面 只有Russell 2000是下跌 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只有下跌3% 但是Dow Jones Transport的20支成分股里面这个平均值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点 对 今年涨了10.1% 表现最好的一个sector Transport index是表现最好的一个sector Transport跟utility两个是表现最好的 都涨了double digit今年以来 所以这个utility当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工业 当然utility增长它也有它的今年的本身股票的因素 就是今年的那个那个电价天然气价钱 持续增长保持到比较高的程度上面 然后今年的电价也增长了一定的程度保持在这个程度上面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对那个用煤发电的工厂是不利的 就是所以应该说电价继续会保持比较高的状态 应该这是可以持续的 所以发电公司有这样好的业绩 它有它fundamental的原因是这样 那么Transport其实Transport 可是其实能源其实也是不错 今年就是说Transport我们历来属于我们说后周期性股票 就是说Late Cycle股票 就是说在经济达到一个比较持续增长的状况下 往往Transport Energy这些股票会有比较好的回报 就是说这是历来股市的周期 所以这次其实也并不例外 对其实S&P500又创了一次历史新高 就是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NASDAQ历史新高 是2000年2000年的3月份 所以NASDAQ13年14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达到它以前的那个高的指标 我们所以即使就是说S&P达到了新高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随时还是要注意那个股票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Russell 2000跟NASDAQ今年比较弱 其实也是因为某些NASDAQ上面一些股票 它的价值处于偏高状态 就是说然后小公司的股票 很多也是处于价值上面偏高的状态 所以今年有今年就是说比较价值比较高的股票 虽然很多人期望整个的市场有一个这样一个correction 但是虽然整个的市场今年没有correction 但是在市场的某一部分上面 其实已经经历了很多的correction 尤其是BioTech这样的公司已经 这个index已经跌过超过20% 已经经过了一个算是费的market 然后小公司的股票Russell 2000 其实已经跌了从最高点到现在已经跌了10%左右了 就是说所以所以也是经历了一个correction 就是说所以虽然整个的市场没有经历correction 但是市场的一部分确实是经历了correction 所以我们投资的时候 尤其在股票在比较高点的情况下 更要注意在投资价值上面 一定要这个公司的fundamental 这个公司的earning 这个公司的增长情况 这个公司的工业体制 要跟它的价值有关系 这样的话我们投资才可以有比较稳定的收入 是那么我们套一句做股票的人 经常比较习惯听到的话 就是这个就是sector rotation 像刚才BioTech提到的 BioTech是这一轮在NASA里面最早下跌的 然后就是high momentum的high tech股票 但是现在慢慢也都各自表现出自己的春秋来了 对今天其实国票 S&P当然唱了新高 今天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市场里面 今天早上今天其实是ISM ISM是一个美国一个私人的公司 是一个manufacturing association 就是说他今天ISM有一个预报 美国经济情况的ISM index 就是说预报了ISM Institute of Supply Management 就是说他会survey他的成员公司 就是说对美国经济的情况做一个assessment 每个月都有一个数据出来 今年就是5月份出来的数据 就是说5月刚刚结束 5月份出来的数据 今天早上经过预报预报出来 他的数据是53.2 就是说一般在50以上都表明 这个经济在增长 50以下就表明经济在降低 就是说那么53.2比想象的要低一点 因为我们经济学家议测基本上55.6 所以开始的时候市场是一个小跌的状况 就是说今天早上 有点失望 今天早上趋势市场有点失望 但是跌的也不多 就是说如果真的是53.3出来53.3这样一个数字的话 其实市场会跌的更多 但是市场觉得这个数据不对 很早当一个这个数据刚刚出来的时候 就有些经济学家说这个数据看起来不大 对就说有些问题 结果确实是这样 看起来有点太低 结果确实是这样 结果ISM就又又又又又又 因为有人提出那个有的ISM回去 check他的自己的data 结果发现他把那个4月份的那个那个 那个seasonal adjustment 每个季他有自己的adjustment seasonal adjustment放到5月份来了 没有改 就是5月份为5月份自己的adjustment 4月份有4月份的adjustment 所以他把4月份的adjustment放到5月份来 结果这个数据就是错误的 所以就重新预报出来说改正了这个数据 应该是56不是53点 不是53点2 跳到56以后又又过了一个小时 ISM又出来说 这56也是错的 也是因为他们电脑上有什么故障 反正结果真正的数据应该是55.4 跟预测55.6基本上属于相相符合 所以所以市场其实市场基本上处在 一直是小跌小涨小跌小涨这样稳定的状况下面 虽然这个数据其实对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数据 我们知道其实市场也是也是有一定的明智程度 就是说经济学家很快就发现 刚刚早上出来的数据就说不对 就是说所以所以作为我们个人投资者 其实是要去取得叫醒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看到 其实股票aftermarket这个股票跌了 然后第二天trading它却涨了 很多时候aftermarket这个股票涨了 第二天trading它反而跌了 就是说那么你真正理解这个数据 为什么有这样的数据发生 然后这个数据为什么有些时候 是不是make sense 是不是不make sense 是不是确切是不是这样 这个其实要有很多的知识才可以 有这样的确定 如果你当你刚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怎么行不可能 你马上卖股票的话 那么你就真的是吃亏了 其实可以说 所以理解经济数据 理解公司的数据 其实就是掌握经济 掌握公司的fundamental 所以这个就是知识 给你带来的益处吧 是像他们今天ISM一共改了三次 其实他们是说是computer的一个glitch 有的时候也并非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是人为的疏失 也是很荒唐了 反正这个 也不要认为他们这个机构里面的人 就完全不会做错事 那也有很有可能是一个工读生 暑假的实习生 但是追根究底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错事的话 就是他们这个机构里面的system 还是不够严静 对那也是 这样其实是这样重要的 那个经济数据 其实也让我们看到 有这样出错的可能性 其实是一种 是让我们给我们敲一个警钟吧 是那在中国方面在周末所出来的 PMI的这个数字 中国PMI跟ISM是另外 PMI是Purchasing Manager Survey 也是这是一个国家出来的数据 就是说美国也有同样的数据 PMI的数据也是上个星期五出来 美国也是上个星期五出来 美国的数据也是不错 也是50多年级 那么中国出的PMI数据 更为世界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 第一个季度经济比较差一点 就是说增长率在降低 那么中国的PMI 一直是受到世界的关注 中国星期五是端午节 节日 所以市场是关门的 没有开 但是中国这个数据出来以后 或中国不知道 中国为什么 它跟美国有点不一样 美国一般节日 它不出经济数据的 因为市场不能react 对不对 所以在中国在节日也出了数据 但是中国股票 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是节日 但是日本的股票 亚洲的股票 日本股票涨了百分之二点几 亚洲的股票 普遍成增长的状态 就是说 所以你就看到 中国经济 就是中国其实在这段时间 也有了一些小小的经济方面的政策 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从这个数据上看到 中国经济 确实有一定的反应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的统计 根本没有美国统计 美国的统计本身 我们也可以找漏洞出来 因为统计本身是一个 是一个in exact science 不像数学物理那样 物理那样那么严谨 统计本身也是一个 不是一个exact science 怎么放进去 做什么样的sample 怎么样统计 其实也是可以争论的 但是中国的统计 那么尤其是有自带争论的地方 所以我们信不信它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市场看到这个数据 它的反应是正面的 如果真的中国经济 能够有好一点的复苏的话 那么对整个世界的经济 也是一个促进的作用 那么对美国的股市 也是一个帮助的因素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东豪博士 在我们今天的上半场 先把整个宏观的情况 告诉我们了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之后回来要讲一讲 美国近期的做法 并且表现是国债也上涨 股票也上涨 那到底是什么人 或者是什么国家 在大量的买美国的国债 造成美国的国债的 票面价格又这么高了呢 还有今天开始 美国十年的公债的回收率 突破了2.5 今天收市是在2.53 还有Summer Rally 是不是已经来了呢 是不是提前到5月就来了呢 那6月7月8月 又是什么样的股票市场呢 您想知道吗 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节目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与史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查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物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www.goodville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房屋市场太微妙了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倒 本公司买屋买屋及贷款 利盈两体才一 罚准时机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整钱 取新 梦里香 金算子买无买无几贷款 一步道理买卖 这几乎贷款开心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无卖无妙 金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 毕业于清华 U.P.S. Deper 电脑成算过目 多望 详意加州 510-353-0855 或 Gindalong.com查询 Hi James 你搬新家了 听说房子抢得很啊 你是怎么买到的啊 这都是Vila 和他的团队帮的忙 Vila先帮我做了 Pre-Approval 他们是 Direct Lander 可以自己放款 我的offer 没有Long Contingency Sale很放心 我offer价 并不是最高的 但还是拿到了 我们全家高兴得很呢 这么好的服务啊 他们收了多少钱呢 没有任何费用 我用他的服务 已经十几年了 从Long Pre-Approval 直到最后Close Vila是最好的 我也介绍很多朋友给他 他们也都非常满意 要买到好的房子 你必须找到像Vila 这样专业诚信 经验丰富的人才行 快快快 快把Vila的电话给我 Vila的电话是 408-307-5056 408-307-5056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东豪博士您好 周老您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 Pick up your brain 看一下 在最近呢 是国债上涨 股市也上涨 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造成双涨的局面 对 今年其实国债上涨 是大家最surprise的一件事情 国债从利息 从3%降到2.5% 甚至2.5%之下 略微上涨了一点 到2.5%左右 国债上涨 就是说利息降低 其实是一个 今年最大的surprise 我觉得国票上涨 跟国债上涨 其实是有联系的 我觉得因为基本上 巴尔都是一方面是 institutional的 一方面是 foreign的 就是说 大家就说我们国债 在低利息的情况 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开始习惯了 AT Kearney发表了一天新的那个survey 就是说他survey了很多投资的公司 美国又一次成为全世界投资最popular的地方 两三年以前 中国是全世界投资最popular的地方 但是中国除了房地产投资 其他投资都没有太多的果效 我们唐军那时候 究竟将来会不会有果效 这也不知道 但是美国至少从现在开始 又成为全世界就投资最关注的地方 最popular的一个destination 今年就是世界各地购买美国国库券的 不管是中央银行 还是外国的那个投资公司 购买美国国库券的数量 都是相当可观的 像中国啊 日本啊 这些这些sovereign的那个国家 购买美国国库券 然后私人投资公司 购买美国国库券 都是有相当可观的量 所以使美国的利息从3% 十年公债的利息 从3%降到2.5%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 很大一个原因是 外国人购买美国的证券 就是说 那么第二个原因是 美国自己的institution 就是说很多 以前有cash在手上的 就是说慢慢开始购买 那个购买美国的那个国库券 就是说 所以是美国国库券 从利息反而没有增长 反而不但没有增长 反而降低 确实是一个最大的surprise 那么今天其实出了一篇 很有趣的文在Wall Street 登了Goldman Sachs 就是survey了他Goldman Sachs的经济学家 survey了他所有的顾客 就是说不是retail的顾客 而是他的institutional顾客 就是大客户 money manager money manager 他因为他Goldman Sachs broker 他想所有的共同基金 hedge fund 都是他的顾客 对不对 他survey了这些顾客 基本上他觉得他所有的顾客 基本上得的意见都是一致 就是说美国经济 虽然第一季度增长的比较慢 跌了1% 就是说 但是从第二季度开始 美国经济应该pick up 就说增长率大概3%左右 这个大家都是可以agreed的 然后大家都认为美国的债券 现在已经到了最低点了 就说2.5%不可能再低了 也许会从 也许从现在到年底 会从2.5% 涨到3.5%左右 就是说 然后股票也是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状态 Goldman Sachs本身就说 ean S&P的target是1900点 现在其实已经1900点了 就是说 所以从Goldman Sachs眼中 就没有什么可涨了 就平吧 就说但他的顾客都认为就是今年股票还会涨 也许涨5%左右 虽然涨幅不是太多 但是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增长的趋势 这是Goldman Sachs Survey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经济缓慢增长 利息会继续增长 然后股票也会增长 那么所有的顾客基本上都同意 这样一个意见吧 就是说 那么我觉得这个意见 其实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意见有一点点矛盾 就是说 因为我个人以为股票还是 至少现在还是出了这个增长趋势 这个增长趋势什么时候结束 那么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是续到年底 我也不知道 那么利息怎么情况到年底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就是说 因为Goldman Sachs Survey的结果 就是说利息会涨到3.5% 股票也会继续增长 也许1950 我们说1000或者2000 就这样数据 但是我觉得如果利息会增长到3.5%的话 我觉得利息物票不会增长 我觉得股票相对会跌一点 也不会跌 也是小跌 因为利息增长表明美国经济在变好 美国经济在变好就表明Federal Reserve 收回那个Tabling的速度会增快 而且利息增长的速度也会增快 我们想想看去年3月4月份的时候 那Ben Bernanke刚刚提出Tabling这个idea的时候 股票受到了这样的冲击 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经济增长的比较快一点 经济增长比较好一点 或者甚至有一点点通货膨胀的趋势的话 那么我觉得美国的股票 不可能处在一个继续增长的趋势上面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讲的两个东西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有矛盾的 所以就我个人所关注的 其实利息是一个是我非常关注的事情 就是说 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利息不会增长太多 就是说从现在国库正 利息不会增长太多 利息10年公债 10年公债现在是2.5% 2.6% 2.53 2.53 也许到年底2.7% 2.6% 至少不会增长太多 就是比3%以下吧 来自谁 3%以下吧 就是说如果在3%以下的情况下 我觉得 股票应该还是处在缓慢增长的趋势上面 至少不会跌吧 就是说 所以我个人观察 就是说对利息的观察 是一个公债 公债利息的观察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公债这个利息表示了 美国的liquidity 就是说 就是说是不是 是不是股票还是顺流而下 还是逆流而上 就是说 当它逆流而上的时候 你就要比较注意 那么现在liquidity 还在继续支持股票的市场 所以美国的股票 还是在顺流而下的情况下面 所以至少 虽然股票本身不会涨很多 但是只要股票 是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下面 那么在悬股 你可以有悬股的余地 你就可以有 outperform的可能性吧 就是说 如果一旦成为逆流而上的情况 那么我们大家就要更注意了 就是说 是 好 东豪博士 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的访谈里面 我们都谈到了 这个股票的价值 也谈到了市场对于股市的 这个fair value的这个情况 如何挑选股票 也谈到了 biotech是第一批下跌的 high momentum也是 但是小型股就比较不能够承受压力 现在还是成负数的 总共是下跌了超过10%以上 可见的这个sector rotation是很重要的 对 挑股在今年2014 即使股市没有怎么下跌 但是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随波足流 你不可能说就是跟标普500一样 你当初买了SPY 现在上涨5% 你就觉得很happy了 你不会觉得很满意的 在现在此时此地 到底挑股要怎么样 用什么样的criteria来选 挑股 一般我们挑股其实有很多 就像挑股 选股票没有什么对和错的事情 其实就是只要你能够持续的 consistent的那个有好的performance 那么你就有好的方法 就是说那我们个人 我个人比较研究的比较透彻的 那么我在股票市场也做了 我是1993年进入美国市场的 就是说那么也做了20多年的 有20多年的经验了 在这20多年以来 那么我自己研究的比较深的 就是一方面是价值投资 一方面是周期性投资 就是说对这两个话题 我是比较熟悉的 周期性投资也就是sector rotation的方面 就是说那么我们 我自己不会把sector放得那么broad 因为我们今年说transport涨了很多 就是说这transport有不同不样 transport就是说像2006年2007年 中国中美经济经济非常兴旺的时候 中美经济贸易增长得非常快的时候 是logistics是transfercific 这样的船运公司等等 这样的公司 然后logistic公司这样 是最发达最兴旺 做得最好的时候 那么这些公司其实今年并不是属于 增长很快的transport 就是说美国今年增长很快 比如说aerospace增长很快 就是说航空这个transport增长很快 然后卡车方面增长也比较快 就是说火车方面也不错 但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那些logistic公司 logistic公司以前做得很好 但是今年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即使你讲transport 其实也是有非常微妙的不同 就是说 所以虽然你在跟着一个同样一个sector 它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种轴期是我个人研究的 比较透彻的一个方面 这是我个人做投资 比较注重的rotation方面 这是我做的比较多的事情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价值投资 就是寻找价值很好 被市场抛弃 或者市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的 但是这个公司的景象很好 而且制造的人不多 所以他价值比较好的情况 这是classic的 就是Benjamin Grant Warren Buffett 这种人做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我比较注重的方面 所以我20年投资经验 我觉得我自己选股 就是做两件事也许有更多的方法 可以选出好的股票 但是我是比较注重于这两件事情 而且我做以前做Mutual Fund经理 我做了13年的Mutual Fund经理 然后我做了自己5年6年的 这个investment advisor 那么我的record是比超过S&P的record 其实在Wall Street上面 有20年超过S&P的record 就是说其实在Wall Street也是 数不出太多的应该说 所以我知道我的方法是work 我的方法是使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做投资的一些经验 这个就是专家和散户的不同 那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感觉 就是股票的市场就有三种 一种是上涨 一种是下跌 一种就是不涨不跌 很牛皮的撑在这边 中国的投资人一般都是在市场上场的时候 他就兴趣勃勃的去找专家 因为他心情也好 那他也觉得风平浪静 可能成长就更好 找个好的专家 那么下跌的时候 大家都因为说心情太沮丧了 所以说万念俱灰 所以干脆就不动 我个人认为呢 是在市场不涨不跌的时候 是最需要找专家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很多 我看到很多投资的客户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一个人买了个股票上涨了 他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会卖掉 有时候会take profit 但是我很多人下跌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买了个股票就下跌了 下跌了以后 他就等于是不管他了 因为他舍不得卖 把头就伸到沙漠以下 就不看这种人就不卖了 就鸵鸟一样 我觉得这是对投资者最有害的一个事情 是 就是他也舍不得卖 因为一卖 他就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认赔了 他就不愿意这样做 其实投资认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经常认 因为我投资是经常要出错的 说老实话 我们经常出错 要很理智的要决定 这个投资是一个统计的决定 不是一个个别的决定 可以说 那其实如果说钱是自己的 自己舍不得断头 这个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但是很中立的说 既然我是很理智的替人家管钱 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但是我还是回归刚才我的说法 就是股票涨的不太多 跌的也不太多的时候 正是心平气和 要找一个专家来讨论自己投资的前景的时候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正式跟大家推荐张东豪博士 408-689-2509 408-689-2509 非常感谢你东豪 好谢谢大家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上半场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 我们接着就请收听下面一段 我访问另外一位财经专家 所做的深入的访谈 以上节目内容仅供研究参考 并不建议买卖任何特定股票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洽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董燕杰房地产经纪 Max Real Cupertino 董燕杰服务硅谷12年 从Saratoga到苗毕达 从Palai Alto到圣河西 董燕杰专业诚信 卖屋上市1.5% 电话650-867-1248 867-1248 董燕杰执照号码 013-77923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受险 和年金的General Agency 代理超过30家知名保险公司 在全美有超过1000名保险经纪 公司总部位于Arcadia 并于City of Industry Torrance San Jose 及Las Vegas 皆有分公司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专业的培训 及高用金 泛亚一定可以让您的事业 再创高峰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团队 变化888-831-8868 Aoushan美股 美股第一免费电邮提醒 专注美股小盘股通知 百分之百免费 家居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娱乐概念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四百 提醒股 少儿经 网站注册 www.oushanstock.com alshdmstock.com 提醒金针道苗 编辑端信stock到37284 免费热线电话 1800-958-8561 您想找最让您放心的贷款公司吗 Nova Financial就是您的最佳选择 Nova Financial曾庆安 会为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贷款需要 曾庆安 Stanley Zinn 诚恳亲切 体贴顾客心理 不给予任何压力 让您轻松贷款成功 Nova Financial电话 408-777-8900 408-777-8900 孩子与家人对我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的幸福是我最大的财富 给予他们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是我追求的目标 让我们共同祝您实现您的梦想与追求 LongOnTime.com Andrew B Cindy刘 为您精心办理最适合您的房地产贷款 信用及利率的保证 让您安心享受家的乐趣 请电408-306-6688 408-781-8898 本单元由理财顾问Amanda Wu赞助播出 Amanda Wu联络电话408-460-8623 大家晚安 我是周乐 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嘉宾 他是理财的顾问Amanda Wu 谈的这个话题就是年金 好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她 Amanda你好 你好 莉莉 大家好 在我们的理财顾问的鼓吹之下 现在很多很多的华人的投资朋友 都了解年金是 它可以提供一个固定的收入 并且越来越觉得 年金的种种类类有很多 可是我们今天还是要 从年金的definition 就是定义来跟大家clareify一下 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朋友 他们很confuse 认为这个终身的年金 还有短期的储蓄的年金 到底有什么不同 因为年金都是有跟年纪有关系 然后也有一些费用 从定义上面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 首先一般年长的人 就比较会喜欢选择这个年金 因为顾名思义 就是给你退休以后的这些退休金 那它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储蓄型的 一种是终身收入 一般我们先来讲一下储蓄型的 它是没有费用的 一般来讲是没有费用的 它的利息会比银行的CD要高 我其实在这个节目来上之前呢 我故意还到这个 我没有去这个local bank去找 我知道在online会找到更好的一些rate 我故意search了一下 最高的online CD 这个年金是2.3% 五年定存 五年定存最高是2.3% 但你必须要online 就是在internet上面去开户口 不过还有一个就是 它有10万块以上的一个minimum 就是你的minimum存 要存10万以上 你才可以拿到2.3%的回报 是一个CD 并且要守住五年 守住五年 对 已经是最最好的了 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但年金来讲呢 它一般的利息会比银行高 甚至比这个最好的2.3%都要高 好像有一个定存是3.35年的 固定保证每年3.3%的利息 五年定存 这个program是一个年金 它主要就是 首先利息比较高 第二它没有费用 它就跟银行的CD一样 第三呢 它也是非常的secure 因为它是受到 这个政府的 State Guarantee Fund 这个担保 就跟银行的FDIC担保 是一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说 年金因为它不是银行出的 没有FDIC担保 就很担心 其实年金是保险公司出的产品 它也有政府的担保 而且没有任何的费用 Amanda 你刚才提到了 有担保的这个部分 可能这方面的knowledge 还没有太普直在人心 对 所以呢 有太多太多的华人朋友 他们还是情愿放弃 稍微高一点的 储蓄型的年金 而还是要保留的 非常低的利息 在银行里面的存款 因为大家都知道 FDIC 它就是一个户口 有一个保险 万一银行倒闭了 至少政府还会赔给它钱 所以我想对于保险局 有给短期储蓄年金 保险的这方面呢 可能还要再加强一下 是的 其实不单只是这个短期年金 保险局有给这个guarantee 就是再保险 即使是终身年金 或者是人寿保险 甚至是健康保险 车保险 全部都是有这个保险局的 再保险的 年金的上限是25万 跟银行的FDIC一样 保险呢就是30万 其实你们如果很多朋友 可能都有买保险 你可以打开你们的contract 看一下 有一张statement 就是像一张证书这样的 写的是 California Life and Health Insurance Guarantee Association 这张表格 其实就是你们的证书 证明你的这个policy 是有政府再保险的 再者 你如果放在银行做CD的话 无论是online开 还是到银行去 local bank去开 你的这个户口都是一个CD 它没有这个tax deferred的好处 这个tax deferred也是很重要 比如说你存一个CD 哪怕是10块或以上的 赚的这个利息 都要当年就给你1099 对 天天地带 第二年就得报税 对 你不领出来用 你也要放上这个税 对 这个interest 可是年金的话呢 它有一个tax deferred的作用 比如说我放进去10万块 我拿了3300块的利息 这个利息只要你不领出来 是当年不用缴税 你也不会收到1099 就继续延税下去 当你需要领出来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选择一次把它领出来 当然你一次领出来 你就缴比较多的税 那你也可以分期分次领出来 这样你的税就稍微少一点 就是比较灵活啦 所以讲的这个税 税是可以defer的 那再回过来 在我们住在美国的这一段 不管您是新移民 中期移民或者是老移民 要碰到经济这么糟糕 碰到银行倒闭 这个几率是少之又少 对 但是保险公司会不会倒闭 有没有这种可能 历史有没有proof 就是说世界末日也是有可能 只是这个几率有多大 这个机会有多大了 我们住在湾区 也会有这个地震的因素 但是大家还是非常愿意住在这里 因为还是利大于弊嘛 所谓的政府这个银行的倒闭 当然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过 几年前有两家银行 一家还是我们中国人开的一个银行 它叫就是倒闭了 但是倒闭了 你的钱在里面并没有不见掉 因为它就被另外一家银行收购了 所以你就变成是另外一家银行的客户 你要是买他们的股票 可能就糟糕了 因为你是这个shareholder 你可以从100块跌到零的 如果是买股票 可是你要是存这个100块在银行 或者你存那个定存 或者是这个money market 你这钱是不会损失 因为有另外一家银行去收购的话 你就成为另外一家银行的客户 所以即使是银行 你不用担心 保险公司更加 因为保险公司其实没有 哪家是倒闭的 在金融风暴这段时间来讲 它充其量就也是被收购 然后那这个收购呢 它其实银行的这个资金 没有保险公司那么多 说实在话 保险公司是more highly regulated 机构 它的监管比甚至银行更严 所以资金也比银行要充足 这个机会就是大家 有生之年应该不用担心 OK 这个听起来就放心的很多了 其实在美国呢 也有几个行业 大家应该是觉得 只要政府不倒闭 政府永远做这几个行业的后盾 比如说石油业啦 国防业啦 银行业啦 保险业啦 这种金融业 这几个大的机构呢 当然自己还是要注意 就是有的时候 还是要深知FDIC啦 那保险公司也有保险公司 每一个账户的保险 那至于每个人买多少 他的保险的上限 这个可能就要跟自己的理专 就是理财专家来讨论了 对 而且呢 其实大家也怕说 很多公司我都没听过 我只是听过 就是那几个大的 其实我可以教客人 怎样上网去 就是做搜索 这家公司是真的假的 去政府的网页 可以达到它的资料 你就晓得了 是 还有一些保险公司 它是top grade啦 什么 second tier啦 这个是不是很重要 在我们买product的时候 还好啦 还好啦 其实就是A rated跟B rated 我们都OK的 不用太担心 所以说 在理专的recommendation之下 只要你对这个理专 理财专家 是很信任 他所推荐的产品 后面所代表的公司 也不至于差到哪里 就害怕 对 无论是A还是B 都是有 A rating还是B rating的公司 都有这个政府的back up 所以只要他是这个会员 受保于这个政府的机构 A rating还是B rating 也没有太大的分别 好的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 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介绍 就是年金最重要的 我们要买年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lifetime的income 就是一个fixed income 只要我们有生之年 活到老就可以拿到老的 这一种固定income的年金 我们就要来讲讲 其中的奥秘了 今天呢 我们访问的嘉宾 她是Amanda Wu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来探讨 马上回来 Amanda Wu 联络电话408-460-8623 408-460-8623 Frank Liu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 住宅 商业地产 投资房 写字楼 购物中心 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 Liu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 Frank.lou88 at yahoo.com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 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willreal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展座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Coleville Banker 地产经纪Alice Wang 我的团队多次组织 中国看房团 拥有众多高端房产 现金买家 如果你打算卖房 寻找listing agent 请找我 同时我们office 有超过50个listing 如果您打算买房 我会为您拿到 最好的价钱 我是Alice Wang 我的电话是 510-305-3568 510-305-3568 Rebecca Lean 卖物有方 华尔街金榜提名 我们的买卖双赢package 让您省心又省钱 详情请致电Rebecca Lean 408-720-6800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德国名表 朗格 全新 Green Lane One Moon Base 犹如微型星空结合 偏心表盘 和表场自制的 完美机芯 长达72小时的 动力储存 人手精雕细琢的 机芯部件 万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昌星珠宝 诚职邀请您 亲临体验 家英理财 理财家英 省税策略 终身收入 生前利益 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 投资型年金 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致电408-839-8596 839-8596 www.goldlily.com 本单元由理财顾问 Amanda Wu赞助播出 Amanda Wu联络电话 408-460-8623 我是周乐 欢迎回到财经天地 Amanda时间 Amanda你好 你好莉莉 我常常觉得越来越靠近现在保险公司所推出来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产品真的是在跟银行的CD在抢钱啊 真的是一直都这样对对不对那其实但是现在真的呢就有你买了一个产品你又可以没有这个钱被被锁住了不能够善为利用的这个坏处 同时呢好处benefit的又更多更多对对我们要来听听看跟年纪跟 suitability实在是有很大的关系对 suitability是我们做理财保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是要做有道德的嘛所以不能君子爱财但是要取之有道那如果一个客人他已经80岁了你还要他去参加一些分期付款的life insurance或一些要10年以后才能拿钱的年金呢我觉得这个绝对就不是 suitable的一个做法 对对对我其实最近都偏向于做一些single premium然后可以随时退出无罚款returnal premium的一些program因为我真的我的客人里面是insurance insurance 对年金也有啦但是我发现insurance比较attractive他的那个benefit所以我就重点在在做这些而且我的客人当中偏就是年纪大一点的长者的客人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会希望钱不要锁在那里会被拿回来又被罚掉 因为年纪这么大了所以这些single premiumreturnal premium的这些program就特别popular这些program是life insurance他有bonus 所以有bonus的life insurance蛮创新的就想把年金跟life insurance做了一些融合在一起了 合并合并对这个bonus呢有10到12%左右加在你的life insurance的这个single premium上面比如说你10万块你加个10%就11万来给你算insurance就是可能你存进去本来10万你只拿20万的保险因为你加了一个bonus你10万就可以拿到21万或者22万的保险就增大你的这个life insurance的leverage 这个蛮好的蛮实用的对而且呢有很多客人体检可能不过关因为年纪大了嘛而这些program都是随时退出无罚款加不用做体检 只是十几个knockout question只有十几个问题问你一些客人遇到他们说他们已经70几岁了要帮小孩子开教育基金给孙子开孙子对对不起是孙子但我觉得你要是参加这样的一个single premium的program 你拿到的这个benefit是马上的10万变成20万是马上的不用这52910年以后20年后才从10万涨到20万30万因为529还有个risk就是它是一个mutual fund 它不一定是涨嘛也有可能是掉嘛还有529是有penalty的如果你不是用在教育方面你要提早领出来你被罚有罚款 不提早领出来按时领你还必须用在教育上面也相对可能会影响一下有一点影响你小孩子的这个助学financial aid可能会有一点的要 要小心一点对但是参加这种single premium的话呢这个老人家可以用他的life insurance来作为他孙子的以后的学费就是等于另类的一个5294 我这里有一个表就解释一下如果是70岁以上的grandparents爷爷奶奶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对比他们参加不同的program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哈首先我们看到一次性保费的人寿保险就讲到这个single premium有bonus的life insurance 他们是有死亡的理赔但是如果你是参加那种variable life insurance的话呢这个是便额人寿保险也有死亡理赔可是你要是参加帮小孩子买这个529呢 就没有这个死亡理赔的确因为他不是人寿保险对不是其实这个对比是针对70岁以上的人来讲哈我并不是说年轻的家长不应该做529 然后人寿保险生前理赔这个一次性的人寿保险有便额人寿保险有没有对不起然后529也没有现金值的上升空间一次性保费的人寿保险有便额的人寿保险有也有也有大学基金529保费返还这个一次性的人寿保险有但是这个variable life没有529也没有是对然后现金下跌的风险就是这个cash value的downside risk single premium是没有的它是按照index来run只有upside potential没有downside riskvariable life yes有因为它是driven by mutual funds然后529也是有这个downside risk因为它是meutual fundspremium increase一次性的single premium它是永远不会increase the premium你一次性存进去多少永远就停留在那里只有增值等于大于没有小于的便额人寿保险variable life yes它会有premium增加的风险是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的投资又不好的话 报税就会越来越高 对529不选择因为它并不存在这个premium的问题 这张很重要大家要记住 对我其实这里还有一个example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我做的一个case一位在湾区的一个一位牧师吧 他今年已经是68岁了 然后他有一个variable life insurance就有20万的debt benefit人寿保险 但是他的cash value已经涨到13万了 他就问我说我这个小孩子也涨大我这个人寿保险要到死后才领 我没有什么意义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出路 我就帮他做着一个single考虑一个single premium的life insurance 进去以后呢他只需要这个10万的cash只要存进去10万 那他就可以拿到一个20万年02千的 马上得到一个20万年02千的life insurance 而且这个life insurance比他原先13万cash value 20万life insurance还多了2000块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荧光幕 我们把最后一个pound one point也放上去 银行里面如果他有20万 我们假设他有10万块是放在这个single premium产品 然后另外10万块继续留在银行 就有点像我这个客人的case 10万进去以后这个program给他20万02千的保险 这个保险还有一个功能我没有讲是为重大疾病保险 就是说假如有癌症心脏病发中风 器官移植这些肾衰竭的重大疾病 他可以提前100%把它支取出来 用现金 100%都可以 对cash不用缴税 那如果他没有健康的问题 他可以就是继续留住这个保险给他的孙子以后 18年以后或者是做这个college的这个钱20万 再加上他可以拿到比银行高的利息 还有这个bonus我们刚刚有讲过 做了这样一个资产规划以后呢 他的总资产就从原先银行的20万就变成30万了 为什么别忘记他只是拿了一半10万出来做这个single premium的保险 另外那10万还留在银行 那加上他这个20万的保险就总有30万了 OK 所以我就是拿这个图表给我的那客人讲解以后 他就把他的variable life insurance的13万的cash value 就拿了其中10万出来转1035 所以都不用缴 内部1035就转到这个single premium life 他得到一个20万2000的保险 另外3万块cash他就自己拿回去自己用了 或者是3万块还可以考虑哪一个最合适的投资 还是可以投资一下的 如果您已经是70岁以上的这个客人 就可以考虑529以外有其他什么po管是适合你的 说不定他的回报比你做529要来得稳和来得高 并且也更适合 上半场节目结束 感谢您的收听 接着请收听刘思老师谈股市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平常 今晚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孩子与家人对我来说是医生中最重要的事 他们的幸福是我最大的财富 给予他们一个温馨舒适的家 是我追求的目标 让我们共同祝您实现您的梦想与追求 LongOnTime.com Andrew B. Cindy刘 为您精心办理最适合您的房地产贷款 信用及利率的保证 让您安心享受家的乐趣 请电408-306-6688 408-781-8898 Frank刘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投资房 写字楼 购物中心 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刘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lou88 at yahoo.com 以上节目内容 仅供研究参考 并不建议买卖任何特定股票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要知道东豪理财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便洽询 408-689-2509 网址www.askdz.com A-S-K-D-Z 加音理财 理财加音 省税策略终身收入 省钱利益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长期护理 投资型年金最低保证利率7% 请自电408-839-8596 839-8596 www.golili.com 本单元由理财顾问Amanda Wu赞助播出 Amanda Wu联络电话408-460-8623 我是周乐 欢迎回到财经天地Amanda时间 Amanda你好 你好莉莉 我常常觉得越来越靠近现在 保险公司所推出来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产品 真的是在跟银行的CD在抢钱 真的是 一直都这样 对不对 那其实但是现在真的呢 就有你买了一个产品 你又可以没有这个钱被锁住了 不能够尚未利用的这个坏处 同时呢 好处benefit的又更多更多 对对 我们要来听听看跟年纪跟 suitability 实在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suitability是我们做理财保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是要做有道德的嘛 所以不能君子爱财 但是要取之有道 那如果一个客人他已经80岁了 你还要他去参加一些分期付款的life insurance 或一些要10年以后才能拿钱的年金呢 我觉得这个绝对就不是 suitable的一个做法 对对对 我其实最近都偏向于做一些single premium 然后可以随时退出无罚款 return a premium的一些program 因为我的客人里面 这些是什么呢 是insurance insurance 年金也有啦 但是我发现insurance比较attractive 它的那个benefit 所以我就重点在做这些 而且我的客人当中偏就是年纪大一点的长者的客人比较多 那他们可能就会希望钱不要锁在那里 会被拿回来又被罚掉 因为年纪这么大了 所以这些single premium return a premium的这些program就特别popular 这些program是life insurance 它有bonus 所以有bonus的life insurance 蛮创新的 就想把年金跟life insurance做了一些融合在一起了 合并 对 这个bonus呢 有10到12%左右 加在你的life insurance的这个single premium上面 比如说你10万块你加个10%就11万来给你算 insurance 就是可能你存进去 本来10万你只拿20万的保险 因为你加了一个bonus 你10万就可以拿到21万或者22万的保险 就增大你的这个life insurance的liverage 这个蛮好的蛮实用的 对 而且呢有很多客人体检可能不过关 因为年纪大了嘛 而这些program都是随时退出无罚款 加不用做体检 只是十几个knockout question 只有十几个问题问你 一些客人遇到他们说他们已经七十几岁了 还要帮小孩子开教育基金 给孙子开 给孙子对对不起是孙子 但我觉得你要是参加这样的一个single premium的program 你拿到的这个benefit是马上的 10万变成20万是马上的 不用这52910年以后20年后才从10万涨到20万30万 因为529还有个risk就是它是一个mutual fund 它不一定是涨嘛 也有可能是掉嘛 还有529是有penalty的 如果你不是用在教育方面 你要提早领出来你被罚 有罚款 不提早领出来按时领你还必须用在教育上面 也相对可能会影响一下 有一点影响你小孩子的这个助学financial aid 可能会有一点要小心一点 对但是参加这种single premium的话呢 这个老人家可以用他的life insurance 来作为他孙子的以后的学费 就是等于另类的一个5294 我这里有一个表就解释一下 如果是70岁以上的grandparents 爷爷奶奶我给他们做了一个对比 他们参加不同的program会有怎么样的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一次性保费的人寿保险 就讲到这个single premium 有bonus的life insurance 他们是有死亡的理赔 但是如果你是参加那种variable life insurance的话呢 这个是变额人寿保险 也有死亡理赔 可是你要是参加帮小孩子买这个529呢 就没有这个死亡理赔 的确因为它不是人寿保险 对不是 其实这个对比是针对70岁以上的人来讲 我并不是说年轻的家长不应该做529 然后人寿保险申请理赔 这个一次性的人寿保险有 变额人寿保险有 没有对不起 然后529也没有 现金值的上升空间 一次性保费的人寿保险有 变额的人寿保险有 也有 也有 大学基金529 保费返还 这个一次性的人寿保险有 但是这个variable life没有 529也没有 是 对 然后现金下跌的风险 就是这个cash value的downside risk single premium是没有的 它是按照index来run 只有upside potential 没有downside risk variable life yes有因为它是driven by mutual funds 然后529也是有这个downside risk 因为它是meutual fund premium increase 一次性的single premium 它是永远不会increase the premium 你一次性存进去多少 永远就停留在那里 只有增值等于大于 没有小于的 变额人寿保险 variable life yes它会有premium增加的风险 是 如果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的投资又不好的话 越来越高 对 对 529 not not apply 因为它并不存在这个premium的问题 这张很重要 大家要记住 对 我其实这里还有一个example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我做的一个case 一位在湾区的一个牧师吧 他今年已经是68岁了 然后他有一个variable life insurance 就有20万的debt benefit 人寿保险 但是它的cash value已经涨到13万了 他就问我说 我这个小孩子也涨大 我这个人寿保险要到死后才领 我没有什么意义 能不能有一些更好的出路 我就帮他做着一个single 考虑一个single premium的life insurance 进去以后呢 他只需要这个10万的cash 只要存进去10万 那他就可以拿到一个20万年零2000的 马上得到一个20万零2000的life insurance 而且这个life insurance 比他原先13万cash value 20万life insurance还多了2000块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荧光幕 我们把最后一个pound one point也放上去 银行里面如果他有20万 我们假设他有10万块是放在这个single premium产品 然后另外10万块继续留在银行 就有点像我这个客人的case 10万进去以后 这个program给他20万零2000的保险